親切問候住戶 慈濟新山之會要在福林園 祖屋區舉辦健檢與佳麟華活動 志工逐戶要約 年輕的他們就往三樓四樓跑 然後比較上年級的老菩薩 他們就是負責一樓二樓 不同的志工就負責不同的崗位 讓我是非常的感動 志工準備了美味蔬食 要招待社區民眾 仁義團隊也動員 為居民的健康把關 今天的一樓是社區的一個愛撒 回饋給這裡的居民 因為他們已經在這裡做環保 已經差不多要20年了 這裡的居民很多都是老人家 而且他們都是有糖尿病 有血壓膏 不過都有控制得滿不錯的 慈濟志工也鼓勵民眾日行一善 將點滴愛心集結起來 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在做很多東西 為什麼不可以吃 每天五千 給人家 給人家 幫助他們 所以我教我的父親 所以每天你去學校 去學校 去學校 最後一天就去給他們 很開心 就是這樣 職工在這個祖屋區 推動環保20年 因此分類對居民而言 就是生活日常 很難找到像你們這樣 能夠付出你們的一生 來做這些環保的工作 居民的幫助肯定是有了 我也希望你們繼續下去 只要你的大方向走對了 就很好了 在慈濟與社區居民的合作下 職工期待能在新山 打造更多像這樣的健康社區 打新聞 珍珊美之宮 馬來西亞報導